欢迎你加入 来老师 物理教师 第四课 Electromagnetism 这个叫做电磁学 磁力的词 Electro就是电 Magnetic就是磁 两个合起来就叫做电磁学 电磁学这一课 其实有蛮多的同学会比较怕的 讲着它的内容也比较刺利一点点 我可能也是这样觉得 比较繁琐 很多东西要记的 然后也需要去消化跟明白的 慢慢来 那么讲回这个电磁学 新的这个Selibus 我就必须要去回顾一些 电磁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以前电磁学它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它有讲这个来源是怎么样 然后由一开始 那个电磁Electromagnetism的一些 用处application都有放在Selibus里面 不过新的这个版本 它就把前面那一个整个 搬去formtree 你们的学长学姐这样的 所以搬去formtree我就很担心 因为一样 就是它搬去formtree你学过了的 然后教育局是 assume你已经会了的 这个我才担心 他们 assume你会了 事实上当我再问回去的时候 你是有教过没有 有懂这个东西的 所以呢我在这一个chapter呢 前面啊我需要去做一个稍微的回顾啦 电磁学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不然的话到后面的时候 它会用到一些formtree的东西的啊 如果我没有在那边重复的话 你可能会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还不会先进这个部分 开大部分 还没有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那么要讲回这个电磁学呢 它其实是两个部分的结合了 就是电磁学跟磁学 学电的还有这个磁力的 那么磁力的就是磁铁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很早很早就已经有了 其实 磁机上要来谈的话 磁学是比电磁还要来的更早啦 因为电磁学其实发展到很慢很慢啦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呢 如果你要去做研究的话 你一定要有那个source嘛 对不对 研究那个source 可是呢磁力还简单哦 你就可以抓一个天然的矿石 那个天然的磁铁 你就可以拿那个磁铁做研究了 可是呢 如果你要做电呢 你就不要有那个 可以收电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到很迟才有啊 到1800年的时候 实际上应该是要到1800年的时候 这个Alexandra Volta 这个我之前聊过的 就是在亚利桑大枯打呢 它设计出了第一个 化学的这个电磁 电磁啊 现在是battery啊 电磁 这两个字很靠近啊 电磁 Electromagnet 跟电磁 Battery 所以Alexandra Volta 发明了电磁把电流能够收起来之后呢 才正式开展了电磁学的整个研究 就一下子飙上去哦 电磁跟电磁是同时一起上的 所以不得不提这个人哦 就是在 也是在1800年的时候啊 这个人呢叫奥斯特 奥斯特 他就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1800年电磁 battery出来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做实验哦 对不对 他就发现到说 当他在做一个基本电路的时候 对不对 在Wire的旁边啊 如果我们放上Compose的话 Compose就是指南针嘛 不过Compose是指北的啦 你一开电了之后呢 如果在他个附近 这个Wire的附近放上指南针 他就发现到说 指南针就不再去指北部了哦 因为Compose本来是指地球的北部了嘛 如果我们有次都没有 影响他的东西的话呢 他发现到这个指南针呢 开始跑出一个方向出来 绕圈圈的方式 哦 竟然给他发现到 原来哦 在这个Wire的旁边 如果你开电了之后呢 他会出现一个圆圈形的磁场 所以那个放旁边的Compose就跟着这样转哦 他是第一个人发现到说 原来当电流在经过Wire的时候呢 是会产生磁力的 这种就叫做Electromagnet 电池那个Magnetic Fuel 磁场呢 是由电流走过Wire的时候呢 产生出来的 这个就是Wire了 一说了Wire 就在Wire的旁边呢 撒上铁粉哦 因为铁粉呢 会跟着这个Magnetic Fuel 而去改变形状的嘛 如果你有Magnetic Fuel的话 这个我们在做磁铁的时候 我们学磁铁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的 那么我在开电了过后呢 我就会发现到说 这个通电的Wire的旁边呢 这些铁粉哦 就慢慢开始弄出那个形状了 就是磁场的形状 所以它稍微摇摇摇 你看 就出现这个一圈一圈一圈的 这个就是 它产生出来的磁场 Magnetic Fuel 这个是Wire电流 开电产生磁场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刚才那个video 我们看圆圈的对不对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它的磁场是圆形的呢 就很简单啦 对不对 因为你的Wire就是一个slinder的形状嘛 它就是跟着你的slinder的形状就在它的周围 产生出来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圆形的磁场 如果你的Wire是四方形 它产生出来就是四方形的一个磁场 人们就把这个东西拿来怎么样去加进一步研究呢 就是这个 当我们把这个Wire呢 开始绕很多圈的时候 绕圈绕圈绕圈 好 我们开始把它做成很多的Coin Coin就是线圈的意思 绕绕绕绕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如果你用同样的一个实验 你把这个中间撒上铁粉的话呢 你发现到说 中间这个地方的这个磁力线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圈对不对 是比较多的 对比旁边 旁边也会有啦 也会有的 只是中间会被集中 所以你只要跟它绕圈圈的话 中间的磁场 这个圈圈的中间呢 它的磁场是比较强的 我们刚才串了一根Wire对不对 你就看到那个中间有实力线 现在我跟它弄成这样 就是串成两圈 两个洞里面串圈圈 好多个圆圈 那么就会有一个中间Central 一个地方空心的对不对 开始做实验了 现在我们撒上铁粉 然后我们开垫 看到出来了 有看到吗 中间这个部分是特别多那个线条 看到没有 全部都集中在中间了 所以中间的这个磁场呢 是比较强的 所以呢 后来科学家们就在进一步做实验 如果我现在是两个洞 这样转两个洞这样绕圈的话 就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 如果我放很多很多洞 很多很多圈怎么样呢 像这样子 很多很多洞 很多很多圈 你看到吗 我现在中间的整排啊 你看到没有 整排你看到没有 我非常的集中 非常的多那个磁力线 他就会把那个磁场呢 压强全部都在中间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科学家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们把一根铁棒啊 塞在中间这个地方 当然有一些前提啦 这个铁棒它是要用Soft Iron Soft Iron Core 什么叫Soft Iron呢 软铁 铁有软的吗 老师 这个Soft Iron不是代表说 那个铁是软的 而是代表说那个铁是 纯的 全部都是Ferum做出来的 那么它对应的就是 硬铁 然后Hard Iron Hard Iron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Ferum 是有加别的东西的 有点像合金这样 加点尼克啊 加点别的金属 它去增加它的硬度 那种就叫做Hard Iron 那么为什么要加入Soft Iron呢 因为如果它是纯的Ferum的话呢 就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很容易的 magnetize 跟demagnetize 实化和去实化 实化就是说那个纯铁 原本它就是一个neutral的铁来的 但是因为现在你 你把坏那个 很多这个圈圈的中间 对不对 那个磁场呢 就会把这个Soft Iron呢 暂时的temporary magnetize掉 就是变成有实力 所以它整个变成磁铁去 现在 然后呢 demagnetize就是去实化 就是从刚刚那个 你被磁力化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你要把它 变回那个neutral 那怎么样做呢 很简单 我把这个电流关掉就可以了 没有电的话呢 它就会消失它的磁力 叫去实化 所以呢 Soft Iron是非常容易的 去 magnetize 跟demagnetize Hard Iron就很难 好像以前有一个实验啊 这个是在我在学校给同学做的啦 那么呢 我们就拿一个铁钉啊 当然用那个Rato Step 绑住啦 然后这个铁钉呢 我跟它绕上这个Wire 转转转转转转 Wire 然后去通电 一通电了之后呢 这一个铁钉哦 它就会变成实铁 然后你放那个回形针上去 对不对 它就会粘在上面 会粘在上面的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 一个 electromagnet的experiment来的 然后呢 本来啦 跟着theory你关掉电了之后呢 这个 回形针就会掉下来 就是去实化 可是我们在学校做的时候 关掉电了之后啊 这个回形针啊 还是会粘在上面的 他说说我也是不明白 为什么它会粘在上面的 这么跟theory不一样的 画了好一段时间之后 又学生不到嘛 老师这么不会掉下来的 不是现在应该demanitized了吗 后来找到说哦 原来我们用的那个铁钉哦 是Hot Iron来的 普通的铁钉啦 Hot Iron 它这个磁力可以维持一天左右的 一天过后 你去看它还是有那个回形针粘在上面的 过后它才会慢慢的消失掉 所以以实验的角度来讲就看不到那个效果咯 因为我没有用Soft Iron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电磁 Electron Magnet的话呢 它就必须要用到很好的 纯的这个Soft Iron 那么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可以大用或者是小用啦 我给大家看它大用跟小用是什么样 好这个是大用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大型的电磁Electron Magnet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crank 你看它就把这些 废物啊 就把新属的全部都吸上来的 也可以用在那种工厂搬货啊 你开店了之后变成一个Electron Magnet 就把你要的东西就可以吸着 然后就带着它走 这个crank可以放在它 然后你如果要放下来的话 你只要关电 那么那个磁力就会去掉 那么就可以把东西放下来了 都是拿来做这个 大型的用途啦 我们把一个 在废车厂啊 我们只是要金属了 就把它吸上来 然后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拿来做一些工业上的一个用途 我讲到这个Electron Magnet Crank 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电影啊 2014年上映的啊 这个电影不好看 我自己那时候自己一个人进去看 因为我是他的粉丝嘛 影迷 可是从第四集开始就变烂片了 就是Transformer 变形金刚 那么这个第四集变形金刚呢 里面就有一个片段哦 就讲到这个外星人 有一个很强大的猎人哦 猎人的外星人叫做Lockdown 那么他就有自己一艘飞船哦 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去 判定那一些很特别的这个变形金刚哦 那么他就有架飞船 那么这个飞船 因为外星人那些Transformer 全部都是金属的嘛 金属人 所以他就他的宇宙飞船是能走电池的 就是当他要抓这些外星人的时候 他就开那个电池 然后就把那个飞船 突然间变成一个大型直截 那么所有的金属有关的东西 全部都被吸上去的哦 我们来看片段啊 这个就是Lockdown啦 那么他有一架大飞船 不懂你看不够这个细没有啊 这个飞船 一开电了 是变电池了 它一变电池了之后呢 所有的金属的东西都被吸上去的 你看 我们被吸上去了 有金属有关的 全部都给它吸上去的 所以外星人也是跑电的你知道吗 哈哈哈 他们的Physics也是很敢的 汽车啊被吸上去了 人就可以下来 因为人没有那个 被吸上去的那个条件 他也可以关掉电 关掉电了之后 东西就会全部掉下来 反正人可以下来了 因为人不是金属 后面有一个部分的镜头是他关电了之后 他吸上去的东西全部砸下来了 所以不要怀疑 其实外星人也是懂Physics的 还有一些小的用途啦 比如说这个以前在Cellibus没有提到喔 学校放学的时候我们其实最期待的就是钟声嘛 就放学了对 那个电子钟其实也是走electromagnetic的电子 有一个钟旁边有放在一个Soft Iron然后绕电线喔 所以你一通电的时候那个Soft Iron就会变成磁铁 然后它有一个那个锤啦小小的一根锤 当磁铁一产生磁力的时候就把这个锤子吸过去 它一吸过去的时候呢就会打到旁边的那个钟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那个钟的设计就是它就会断电 当它一断电的时候Soft Iron的磁力消失 因为它有弹簧了它就会打回去 没有那个磁力了它就会跳回去有没有位置 然后下一秒呢它又通电又产生磁力 又把锤子又吸过来又打到那个钟 然后又放掉就是这样子一直重复咯 一秒五十次它是跟着交流电的那个frequency的 所以一秒就会敲五十次 就很高兴放学啦 还有什么还有包括说打雷的时候家里面会跳电嘛 跳电那个断电器 你家里面的电箱里面都会有一个断电器的 其实也是用这个电池的Idea 这些都有在Selibus里面啊 不过现在仪器全面了嘛 你们应该都已经学过了 所以我只是做一个recall而已啊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因为后面有一些部分我们会用回这个Soft Iron 塞在中间的这个Idea 然后呢刚才讲到这个Coin嘛 这个圈对不对Coin叫做线圈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线圈黏在一起的话 跟你们看不是看到了一堆整堆的 那总就换个名字叫做Solinoid 后面我们也会学到Solinoid的一些特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集见